大家好 我是打假和讲老 在这几天啊岛内最火热的新闻 也就是蔡政府正式禁止公部门 使用抖音跟小红书 请问一下决心你长期跟我说的 民主自由 自由 自由 自由呢 自由是用纸糊出来的吗 你们不是长期都拿来 要打脸大陆吗 你们把自由捧得高高的 下次怎么把自由往地上丢呢 你们又在双标了是不是 我今天很火大的一个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我到了此时此刻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数据 告诉岛内人民 尤其告诉这些公家机关的人员 为什么今天要禁止 我们只看到新闻写什么 新闻内文就写 行政院禁止公务机关所使用的 资通运设备下载 使用抖音与小红书等相关的大陆软体 外界关注禁令是否扩及之民间 对此行政院今天指出 会参考海外的做法与成效 多数国家仍是限制公部门实验 这部分仍需较多的讨论 而且他还说 基于资安与台湾的安全理由 公部门包括电脑与手机 都不能使用抖音等软体 请问一下各位朋友 你有在这个新闻里面 看到任何一个why吗 为什么吗 没有嘛 你只讲资安问题 你看各位这些卡绿班就是如此双标 跟是西方一模一样 民主双标就是这样各位朋友 请问一下你有看到答案是什么吗 请问一下你有给大家看数据吗 而且各位我管你给我看什么数据 你长期标志就是民主就是自由了 你还要自己把标准往后丢啊 你今天你没办法跟人家 资讯的攻防 没办法赢别人就搞人家软体 你知道其实各位我帮大家一个总结 大家就明白了今天我讲直接一点 也就是大陆这个抖音起来了 做好了做出来了 然后全球下载量就是破亿了 尤其倒这里都破百万了 那这些西方就是怎么样 就是不想要看你大陆的产品做得好 华为不就是一个例子了吗各位朋友 孟晚舟当时是怎么样在加拿大就被这样软禁了呢 难道不是吗 然后制裁华为 请问华为做了什么 请问一下抖音每天刷刷刷 有一些人常常说抖音一想父母摆养 就是一直这样去讲 那请问一下这个到底有什么 对于比如说美国对他国安有什么问题呢 各位朋友 其实各位并不是什么问题 而是会影响到他们搞大外宣 影响到蔡当局搞大内宣 因为抖音上面也很多像韩国人的影片 也被拿到海外也就是国际版TikTok 哇很多人都回想 他们都觉得 嗯 韩国人可能当时讲的比较有道理 尤其 现在看到塔律班政府这么的猖狂 所以为什么韩国人一直呼唤绝情 拜托清醒 有一些他并不是真的坏 各位朋友 而是他们从小不知道自己 也是被洗脑的那一份子 都觉得好像大陆怎么样都是糟糕 好像都觉得大陆什么样都是不好 长大你要怎么样让他快速的转变 那是需要时间也需要精力 也需要真的遇到问题 就像现在有一些朋友就很爱用TikTok 甚至把他经营的非常好 韩国人在经营我这个打假频道之前 我在搞这个别人的网红 帮忙他们不管剪辑制作导演的时候 其实那段时间台湾都有开非常多TikTok 也就是抖音的课程 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教大家怎么拍抖音 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嘛 影片都是咻咻咻咻咻咻 就是那个镜位非常的帅 进去拉出来哇又是另一个镜位 非常的好玩 早期的抖音就是这样而已啊 然后到了现在比较多可能像直播嘛 那尤其我来到大陆 我觉得抖音真的是超级厉害 就像韩国人有时候直播完啦 我直播收到一些礼物 我直播完马上他不管税金也扣好了 然后他抖音他们自己要的分层也扣好 最后薪水马上一下线就可以领到 我光这个系统我就觉得非常佩服 然后还有带货 现在基本上台湾一坨拉库 一堆艺人都跑来大陆的抖音来带货 我相信很多大陆朋友们都知道嘛 那甚至连岛内的朋友都说啊 不喜欢看国际版的tiktok 比较喜欢看大陆版的抖音 他们说比较有质感 他们说国际版的tiktok 有时候看到岛内的一些小学生啊 或者是国中生真的拍的有点太无语了 可是各位你可以去思考一个keypoint 请问一下这一些内容到底跟所谓的 咨询安全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台湾还注意到什么 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keypoint 也就是小红书 哇 其实小红书现在啊 真的已经默默的 尤其升值在岛内的年轻女生的心灵啊 基本上啊 我看很多女生啊 常常都划小红书 里面有吃的啊 玩的啊 穿的啊 还有这个化妆啊 哇 非常的详细 岛内的年轻人 尤其都选出你这个菜当局817万的 如果你今天说这些东西会影响 岛内的政治生态的话 那请问一下各位朋友 到底为什么决心那么多呢 各位朋友 我完全无法理解 那今天是不是小红书跟tiktok 那我是不是要跟大陆抱怨 你们这个搞统战的能量太烂了 还是今天根本人家没有这样 而且新闻也大量说哇 抖音里面有央视啊 有那些会影响到大家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YouTube也有央视 那怎么YouTube里的央视 就不会影响到大家 甚至韩国人也去查了一下 当时有一篇po文啊 就说关于tiktok若干不实传言的说明 他发文者是字节跳动 也就是抖音的这个公司啊 他就写啊 为确保一亿的美国用户 能够继续使用tiktok 还要满足美国政府监管要求 加强tiktok美国业务 字节跳动甲骨文 沃尔玛对tiktok的合作 形成原则的共识啊 三方家按照有关的共识 推动商议啊 希望尽快能符合美国 和中国的法律要求合作协议啊 其中啊 Tiktok Global啊 是字节跳动 持股百分之百的子公司 总部在美国 各位朋友 你跟我说今天抖音 都已经全面释放出善意 也希望能符合美国 因为我都记得有一年 就是特朗普还在任的时候 不就一直在搞抖音 当时也是把他干掉了嘛 然后美国的Tiktok用户 不是当时哀鸿遍野吗 那时候真的享受到 民主的铁拳了吗 各位你今天你们还敢讲 自己民主自由 然后这几天一堆新闻 因为刚刚行政院就说 我们要参照所谓的海外 也就是参照美国嘛 然后今天的新闻就写啊 国际产业啊 禁联邦公务设备用抖音啊 美餐院表决通过 你看各位朋友 然后今天岛内的公式新闻就说什么 抖音啊全球十一用户 先国安疑虑啊 美两党议员联手提案禁用 你看各位朋友 有没有觉得都似曾相似 跟华为的状况都一样 其实不用想那么复杂啊 各位朋友 就是你抖音要起来了 因为你是大陆的 他要把你打掉 就这样而已 因为抖音在大陆真的是非常大 每天上亿的用户 但是各位 如果你说他有什么国安的疑虑 请你把证据拿出来 因为我们就看到岛内的绿名嘴啊 哇这个大老板讲些什么 这个绿媒就讲 抖音啊将被中共操控 毁灭台湾的大推手 然后谢金河说啊 政府能不在乎吗 哇靠 抖音能毁灭台湾的 你绿媒你抱得下去 口口声声整天民主 今天只要举了反共旗 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破坏民主自由 所以我就说 哪有真的民主自由啊 然后行政院发言人还说 公务人员啊 违规要成处 你看 你今天连岛内的公务人员 违规的话都要被成处 这不是恐怖 这不是剥夺人家的自由 那请问这是什么 因为韩国人刚刚讲了一个key point 你还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证据 到底什么治安问题 知道吗 民进党已经长年这样搞 然后之前还记不记得 被罢免的陈柏维 他当时也是说啊 这个大陆有一个什么扫地机器人啊 也会把那个资料外泄给中共 我那一头问号 人家大陆都已经 北斗卫星在看着台湾 他偏偏需要用个抖音 需要用个小红书 来卸取岛内这些资料 各位朋友啊 不要往自己脸上贴轻了 岛内跟大陆的实力 已经悬殊到不行了 你用这些也只是想要配合老美 想要去制裁大陆 所以你看前几天说大陆暂停 岛内的这些产品也好 说大陆是突袭 你看蔡同学当时就骗人了 因为蔡政府下面的有关单位 之前都收过讯息 所以也不是突袭之下 各位朋友啊 什么叫做真正的突袭 就是你搞人家Ttok抖音 你这个才叫突袭 你这才叫搞政治吧 那今天最好笑也就是啊 禁用大陆的抖音啊 我们的唐公公也就是数位部长啊 有立委就问他 这个是不是要做一个类似台版的 来取代抖音啊 唐公公啊就说你认同可以研发 你看各位朋友笑死了 那你是要发展什么 你干脆取名叫抖音文好了 抖音好不好 蔡同学的音好不好 你看各位有没有观察到一个key point 因为前几天啊 我们的唐公公才被骂 这花了两百多亿啊 变外送发展部了 所以唐公公他们才会被笑啊 但是韩国人一听到他们说 是不是要发展成台版的 我就想啊 该不会又是想要捞什么钱了吧 这是不是才是你们的目的啊 最后韩国人一给大家看一些新闻 你看岛内的新闻已经大量要去洗白说 要把抖音废掉 要把它合理化 你看像这则也是绿媒的新闻 就写抖音社群短片 沉迷后啊 时间流逝毫不自知啊 你看哇马上写这种新闻 好像哇抖音好糟糕 所以任何的影音平台 像我们看的油管也不是这样 我们看的FB也不是这样啊 而且各位你也不要忘了 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个油管YouTube 还有什么 还有Shoot 也是跟抖音一模一样的 这种短视频耶各位朋友 而且非常多抖音的影片 也是这样移到这上面耶 那请问一下这样有没有治安的问题 那请问一下FB也有连接到 IG的这个短片 那请问一下有没有治安的问题 所以啊双标就是双标啦 其实讲实在也只是想要配合西方 一起制裁大陆这一些已经串起来的平台 或者串起来的企业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不希望大陆崛起 那岛内就只是当一条狗跟着西方走 然后在那讲的好像理所当然的啊 你看那个的确会渗透那 渗透的证据在哪 那请问我看油管我看FB 我看Twitter基本上一堆的讯息 都已经是被西方绑架了 还是今天他们只是想要有一个声音而已 不准有大陆的声音慢慢进来 这是不是才是今天最大的关键 所以啊你说什么民主自由 我呸民主自由个屁